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百万家庭将获得每月的儿童税收低免 据KTLA消息称 美国财政部周一表示 从7月15号开始 3900万个家庭将获得每月的儿童补助 这些款项是拜登总统1.9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计划的一部分 接近88%的儿童将在父母不采取任何额外行动的情况下获得该福利 符合条件的家庭的每个6岁以下儿童可获得每月 300美元的补助 6岁至17岁儿童可获得每月250美元的补助 今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以在每个月15号收到全额还款 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直接存款的方式 6岁以下儿童每年可获得3600美元的福利 6岁以上儿童每年可获得3000美元的福利 美国国税局将根据2019年和2022年的纳税年度来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在线门户网站更新他们的状况 作为其1.8万亿美元家庭计划的一部分 总统提议将增加的儿童税收抵免延长到2025年 外界分析人士估计这些援助基本上可以使贫困儿童减少一半 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父母由于育儿问题 无法完全重返工作岗位 据Yahoo Finance消息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 超过五分之一的父母无法完全重返工作岗位 因为他们需要在家里照顾孩子 在接受调查的1.1万人中 9%的父母表示 由于托儿所中断或学校停课 他们没有工作 这些破坏的影响因种族和收入的不同而显著不同 约36%的黑人母亲和30%的西班牙裔母亲 无法完全恢复工作 因为他们需要在家里照顾孩子 而白人母亲这一比例为19% 美国国务卿表示 美国不会立即加入呼吁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 停火的行列 据KTLA消息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 美国仍然没有加入呼吁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统治者 哈马斯立即停火的行列 与此同时战斗进入了第二周 已有200多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尽管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伙伴不断施加压力 一些民主党人和其他一些人 希望拜登总统的政府和其他国际领导人 更深入地运用外交手段 结束多年来最严重的巴以暴力 重启久已破裂地为实现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斡旋 布林肯本周在哥本哈根对北欧国家进行了一次与此无关的访问 他在哥本哈根发表讲话时提到了美国迄今为降低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而做出的努力 股市下跌延续了上周的跌势 因通货膨胀的担忧归之不去 去Yahoo Finance消息称 投资者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经济发展的趋势 以判断美联储是否可能很快地出手进行干预呢 通过取消在大流行期间支持经济的政策来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这些政策包括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的资产 以及维持接近于零的利率 不过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暗示 他们认为近期的价格上涨将是暂时的 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减弱 以上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订阅CYP频道是您对我们更新的动力 点击小铃铛 更多精彩不容错过 我们明天再见